这期跟大家聊一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就是关于爱情、性、婚姻和女权主义 最近也是从一段恋情中走出来 也是在读一些书 就是重新建构一些理论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附带一些个人观点 我主要推荐两本书 一本是这个《李银河说爱情》 这本书是2019年写的 虽然是五年前 但其中的内容还是很有时效性的 谈了一谈这个现代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 这位性学到了 还是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的 第二本就是这个亲密关系 这本书更像是一本科学读物 这里面引用了大量的论文 作为数据支持 得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结论 比如说同居越久 那么结婚的概率就越低 分手概率越高 再比如在某些绝症的质疑率上 婚姻和睦的人 比婚姻不幸的对比来看 死亡率高了整整一倍 我之后就聊得比较散 按不同议题进行探讨 到了30岁 大家就会把单身的女性称为圣女 但圣男的说法都是很少听见 因为人们默认 我40多岁男的 找一个20多岁女的 是没啥问题 但一旦性别互换了 男性就被指责为吃软饭 当然这也是男权体制下的价值观 圣男圣女还暗含了另一种价值观 就是这个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个人到了30岁 就应该找一个伴侣情定终身 否则就是被剩下的 就是没人要的残次品 就是需要通过相亲 来强制进入这个婚姻 先不提议这个通过相亲 进入婚姻的好坏 就先说婚姻本身 如果你是单身 是哪一刻你是最焦虑呢 是看到朋友圈 同龄人都陆续晒结婚照晒娃 还是过年过节 这个父母回家催婚 似乎不结婚 不生孩子就是大逆不道 有愧于父母 对不起社会 对不起国家 虽然主流价值观仍然认为 结婚是应该的 但是行动上 中国这个年轻人 更倾向于单身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 你现在单着无所谓 但等到30岁 看到周围人都纷纷结婚 生孩子你就急了 然后去这个婚恋市场 去找 发现剩下都是什么歪挂裂造 要早点找对象 这种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还是 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 是25岁到35岁 而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女性身体发育成熟 丸子这个质量高 胎儿生长发育好 早产畸形儿的发生率比较低 而过了30岁 就越发逼近这个极限 而在现阶段 这个人造子宫技术 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情况下 这个高龄产妇的生育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当然要是决定 这辈子不生娃 叫无所谓 要不就找一个 有相同观念的男性吧 或者是强行改变男方的观念 然而比较害怕的 就是这种观念的转变 就是你到了40岁 突然想要一个孩子 但是客观条件都不允许 那就比较难受了 好在科技在进步 这个动软技术 试管婴儿 人造子宫都在进步 相信不出20年 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中国婚姻法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1950年 王明制定的婚姻法 就取缔了一夫多妻制 现在只允许娶一个老婆了 在1950年的婚姻法中 明确提出 男女平等作为国策 反对买卖婚姻 包办婚姻 提倡结婚离婚自由 不得不说 王明在延安与这个妇女的亲切交流 对这个新中国的婚姻法 起到了重要的贡献 之后呢 1980年的婚姻法 提出了两点修改 第一个就是这个 夫妻感情确认破裂 调节无效的 就可以判决离婚 第二点呢 就是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 是因为文革时期啊 很多这个知情下乡 和这个工人或农民结婚 目的呢 是为了改变出身 而后啊 他们回到城里啊 就是婚姻 他哪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这个知情啊 他大概率会抛弃原配 回到城里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然后美其名誉 和这个原配没有感情了 然后离婚 就刚建国那会儿啊 这个老干部抛弃农村发妻啊 进城娶自然家鸡大小姐 一个原理啊 这个婚姻法第三阶段啊 就是2001年增加了 禁止有配偶者 与他人同居的规定 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 包二奶杨孝三的风气啊 当时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 窝居也展现了这一倾向 还有两个修订啊 一个是关于家暴的啊 增加了这个女权色彩 还增加了相对忠诚的原则 因为当时这个婚内出国 已经出具出行 之后婚姻法又增加了几点解释啊 就是关于房子啊 婚前财产啊 彩礼问题 总的来说啊 婚姻法就是秀秀补补补啊 社会上出现了什么主流问题 这个法律就跟着同步更新了 再聊聊最近比较火热的 这个新的婚姻法 征询草案 叫20条 这个原文在这 也就是说啊 这个离婚后 资产强的一方 应该给与资产弱的一方一定补助 然后很多男性就觉得 这个条款对于男性过于吃亏了 假设离婚了 那么这个女方没有工作啊 还赖在房子里不走 那这男的是不是活得也太憋屈了 那本质上来说 这些婚姻法的这个修订案 是想与国际接轨啊 因为这种条款啊 在欧美国家还是很常见的 就是强势方对弱势方的补助嘛 那加上这个长期同居 就被视为这个适时婚姻啊 就看似中国男人的末日就要到来 跟大家讲两个故事啊 都是周围人真实的经历啊 我认识一个美国白女男 他叫利 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 他是在这个哈佛大学 拿了两个文凭啊 毕业集巅峰 上世纪啊 年薪百万那种 然而他经历了四次婚姻啊 每次婚姻 他都财产归零 以至于现在啊 他混得很惨 而坑他最惨的 就是来自中国的女性 有一次他到中国出差啊 然后就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女孩 这个两个人很快就情定终身啊 然后这个中国女孩就到了美国 就住在这个里的大房子里 然后这个利平时工作很忙啊 并不怎么在家 那这个女孩也不能一直在家待着啊 就去这个本地教会活动 有一次这个利啊 去这个非洲出差 然后呢 他老婆就跟他讲 说他在这个教会 认识了一个西班牙的小伙子 很可怜 没有住处 就想让他搬到咱家这个地下室来住 然后这个利就答应了 然后等利回 回到家就发现 自己的老婆已经和这个西班牙小伙搞上了 还有孩子了 这个离婚啊 离婚后啊 这个美国法庭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把这个利的房子 判给他前妻了 这个利的就净声出户了 而这个利啊 他没有这个埋怨他的前妻啊 是自己出差太忙了 导致这个妻子独守归房 寂寞了啊 才出去导男人 如果自己能多陪一陪自己的老婆 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这个儿后啊 这个利又经历了几次婚姻 但是结果都大差不差 有的婚姻有了孩子 有的没有啊 有的婚姻还需要额外付这个赡养费啊 一直到18岁 就是每次离婚 这个利都是净声出户 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选择 还是法院的选择 因为这个法律啊 都是保护弱者的 你是一个年薪百万的白人精英啊 而你的妻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所以这个法律的天平会倾向于你的妻子 然后这个利啊 现在就混得很惨啊 他上世纪的思维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了 还找不到那种高薪的工作 就只能找特别一般的工作 还要付好几个前期的抚养费啊 这好多故事啊 我都听的是这个中国女性各种拿捏美国白人啊 这有的故事我听的真的是汗毛林立啊 这个刚来美国一周就直接住进白人家里啊 不得不说这个中国女性还是很强的 在这个美国这种傻白甜遍地的国度啊 把一个在社会上标准的这个中产白男啊 吃干抹净太容易了 这真的离谱了 这也算是养我国威了啊 当然这也是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然现在看这个美国白男也学经了 就没那么好骗了 我还认识另一个白男啊 他名叫汤姆 这个人他就有些这个黄热运啊 就指定着这个亚裔女性这个dating 主要约会对象还是菲律宾人啊 中国人啊 最搞笑的是啊 他有一次和这个一个菲律宾人在一起啊 发生了几次关系后就离开了 就分开了嘛 然后人在家中坐 郭从天上来啊 突然就收到了法庭的来信啊 说那个菲律宾人生孩子了啊 是他的 然后他需要每月付一定的赡亚费啊 直接从你这个工资里扣啊 这汤姆就傻眼了 这也太离谱了 然后去做这个亲子监定 然后发现这孩子确实是他的啊 关键他连这个孩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然后就被每个月扣了一块工资 给那个菲律宾人和他孩子 然后我就笑话他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汤姆这个做爱都不带套啊 还是被这个女方用别的什么手段下套了 还有一个就是alimony啊 就是离婚后的这个赡养费 假设这个男方是一个年入100万的高级白领啊 这个女方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离婚后啊 男方需要把工资的一半收入啊 分给女方也就是50万 需要一直付着 不同地方的法律还是不太一样 有的地方是根据这个婚姻长短挂钩 有的地方是需要一直付到前妻去世啊 假设我呢 我的工资是10万 我老婆的工资是2万 那这个计算方式就是10万加2万 12万除以2 6万我需要给我前妻啊 一年付4万的这个赡养费 让这个双方的收入保持一致啊 但这不跟性别挂钩啊 假设我是一个男性啊 在家照顾孩子啊 全职家庭主妇 我老婆年薪20万啊 离婚后 我老婆一样得给我10万啊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美国法律至少是公平不少啊 男女都有可能变成弱势方了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习惯法 大多数情况这个离婚都不会闹到法庭啊 假设你们离婚 双方能妥善的解决好纠纷啊 也就是谈妥了 也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方案来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妇人就喜欢签那种婚签协议啊 女方离婚后一分钱也拿不到啊 而妇人是有选择的余地的嘛 要是普通人 你要跟 你要说跟我未来的老婆签个婚签协议 那这个未婚妻肯定有炸毛啊 这个还没结婚呢 你就想着离婚的事啊 你究竟爱不爱我呀 这个钱 你不接 你不接 有的是人排队找我结婚 所以啊 各位朋友 这个婚姻 它其实是一个很苛刻的东西 就千万不能乱结婚啊 这种婚姻版本在欧美也更新了好多年啊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于是很多人都选择不结婚啊 或者是协议同居 如果这些欧美的这个新版本更新到国内 我就很担心这个各地司法参差不齐啊 如果是女方是弱势方啊 就说哎 你男的多担待一下 如果是男性是弱势方啊 就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指责 就说你个男的不出去挣钱 在家靠女人吃饭是吧 赶紧滚蛋 经常离婚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相爱时候有多爱啊 那分离之后就有多恨啊 分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啊 这个性格三观出轨孩子啊 这个离婚后这个财产分割 也是这个私有制社会的一大难题 就怎么定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 怎么定义这个婚姻过错方啊 这都是学分的 而当局社会这个离婚率逐年提升啊 而当局为了这个稳定结婚率啊 就推出这类高标准的婚姻法则 希望大家这个婚姻持久稳定一些啊 不要总离婚 但我想上面本意是好的 但是年轻人只会用不结婚作为回应啊 现在中国这个单身率越来越高啊 我们先来看看结婚的数据啊 根据2018年民众局的数据 说全国结婚301万对 离婚率170万对啊 如果看离结率已经高达56.3%了 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 在美国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50%以上 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婚姻是以失败为结局 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也在逐年上升啊 最终向美国靠拢 这个结婚率一路走低啊 有很多原因啊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经济原因 在大城市啊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传统关键中啊 你不买房子怎么结婚呢 不结婚怎么生孩子传统接代啊 所以结婚带来的这个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 再者就是彩礼问题啊 这个互联网上经常传这个 江西彩礼很高啊 前段时间贴吧 还有一个哥哥咱家有钱了啊 这样一个帖子火出圈了 虽然最后是被证实这个帖子是编的 但是啊 一个编的帖子都能火出圈 就确实揭示了 这个彩礼问题啊 还是压在年轻人头上的一座大山的 再者就是离婚成本啊 这个结婚后 这个双方都在经营这段感情啊 想把这个日子过好 这个房子一砖一瓦的搭上去了 而要是离婚呢 就一脚把这个窗 而要是离婚呢 就一脚把这个房子踹倒 这个财产分割 孩子归属啊 走出感情啊 这每一件事情都让人很头疼啊 而后啊 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反思啊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如果两个人相爱 但不结婚会怎么样呢 如果不生孩子 结婚是不是真的可有可无 我们来看一下日韩体验服的前瞻呢 就日本长期陷入了这个低欲望社会 结婚率一路走低 生率率也一路走低 日本年轻人就天天摆烂躺平啊 随便打个工收入也能养活自己 但也止不于此啊 经营一个新家庭确实不够了 这种现状就是中国的未来嘛 还是挺可怕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关于相识时间和结婚的 根据一些统剧啊 这个同居太久也会降低这个结婚的概率 很多女性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恋爱关系 可能大于五年 也许双方都同居好久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然后进入到下一段关系 可能一两年就结婚了 这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个同居太久会消磨掉这个爱情的新鲜感 同居时间越长啊 结婚率就越低 到最后其实也就是一方已经厌倦了这段关系 就选择分开了 我们说回到爱情和婚姻啊 传统观念认为 结了婚就应该是情境终身 爱情就是海枯石烂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这个恋爱 就是耍流氓 更加传统的观念 认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啊 那就彻底绑定了 要不然你就是坏男人 你就是没有责任心 但是这种传统也在束缚着人性的欲望了 你说结婚后不能随便出轨 不能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 这个两个人就是彼此完全属于对方 但是吧 这个人的感情它是流动的 有时候的确会有这种审美疲劳 会有厌倦的感觉 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把两个人死死的 这个拘谨在一起呢 就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这种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的归属关系呢 这个恩格斯认为啊 是这个私有制的产生 而有了私有制啊 人们需要确认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才能放心把这个遗产传给孩子 那就需要一个制度来确保 这个孩子是自己 于是呢 这个婚姻制度就因缘而生 但随着这个中国当身滥潮的兴起 这个结婚率下降 离婚率上升啊 传统观念和传统的这种婚姻制度 也在逐渐瓦解 而婚姻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 这个李因河总结了五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婚姻制度和人性 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 它完全的要求 一对一白头偕老 但人的感情流动还是挺大的 以往都是靠传统啊 宗教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 来要求人们守本分 不要出轨 要是能压住人性 那早就没有那么多离奇的 这个家庭伦理剧了 第二点就是人的这个预期寿命延长 以前人可能是30岁40岁就死了 还没厌倦婚姻人就没了 但现代人普遍活到七八十岁啊 所以发生这个婚变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第三点呢 就是女性权益的提升 女性可以独立工作 生活就不依赖男性了 所以婚姻变得不是一个必须皮 第四点就是离婚成本的上升 物质方面 这个孩子 车子 房子 各式各样的财产 精神上就更加痛苦 这个各种事情堆在一块 与其承受这些痛苦 那干脆不结婚得了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性的目的变了 以前性就是为了繁衍 为了传宗接代 但对于现代人来说 这个性就变成了一个享乐的游戏 这个避孕手段的提升 情形用品的多变化 让做爱成了一个不依赖婚姻的行为 是可以 就可以婚前性行为 也可以四处找人约炮 然后他提出了几种婚姻制度的演变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传统的婚姻 一对一过一辈子 第二种就是开放的婚姻 不严格禁止对方出轨 甚至可以把第三方纳入到这个婚姻之中 第三种就是同居不结婚 第四种是单身 第五种是合同制婚姻 就像那种五年计划一样 签订一个五年的婚姻合同 到期了 这婚姻就自动解除了 当然还可以续约 就回到了第一种 很多人面对这个婚姻都产生了焦虑 在这个离婚大军里 这个80后90后是主体 很多时候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这个海市山盟 结了婚 感情很快就会被消耗到尽 那怎么能拥有高质量幸福的婚姻呢 这个李银河给出了如下的答案 高层次的婚姻应该都有以下三要素 一是男女双方都有自己独立的事业 彻底抛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安排 第二点就是双方都保持独立的经济来源 有独立的经济收入 而被依赖对方 第三点就是夫妻的人格是平等的 意思是不应该因为某些特性 而影响家庭中的事情判断 比如说这个大事男人做主啊 小事女人做主啊 谁挣得多谁说的算呢 谁胭脂高谁说的算的呢 最高层次的感情啊 应该是爱情亲情和友情的结合 两个人有一种像朋友之间的这种精神交流 人生观价值观啊 对于这个世界对待各种事情的看法 你们能无话不谈畅所欲言 再者啊 就是有一套自我调节的矛盾方式啊 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吧 这些矛盾不能归到一个人身上 说是谁谁谁谁谁对谁错 很多矛盾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才会出现的 也就是说吵架的时候 不是你vs我 而是我们vs矛盾啊 这个双方应该协商出一套这个解决问题的流程啊 比如说李英和提到啊 他本人处理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 就尝试过一个原则 就是矛盾不过厌 比如说今天有点不高兴了啊 甚至吵架了 就一定要在当夜解决啊 绝对不能把他拖到 两个人几天互相不理 甚至两礼拜不理 到最后三个月不理的程度啊 这一项做 那对婚这婚姻这个伤害就太深了 所以如果双方都记住这个原则啊 不管 今天不管打成什么样啊 一定要在夜里把话说开 说开以后 两个人各自担待啊 各自退让 把矛盾解决好后再睡觉 到这样第二天还是好夫妻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我以前就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这个亲密关系啊 这个对方就经常拒绝沟通啊 一生气啊 吵架都吵不起来啊 你说什么他也不说话啊 就自己闷着啊 以至于后来啊 他因为什么生气我都不知道啊 然后自己一根在那生闷生气 让我在这猜啊 真的我要能猜说 因为啥生气早就跟你讲了是吧 真的是很痛苦啊 到后来分手都不知道因为啥分呢 这种性格 我觉得要不就找一个 有很强读心术的人作为一个伴侣啊 要不然这个 真的是早晚能把自己 气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 性最开始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繁衍后代啊 而到了现代 这个性也有了更丰富的意义 比如像这个爱人表达情感啊 或者是单纯的肉体享乐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权力的表达 因为性总是跟权力挂钩的 比如更有这个力量的雄性 就会通过性来表达自己的地位 当然这都是比较原始的动机了 现代社会虽然文明了不少 但是还会有那种男性啊 想通过性来表达自己的权力嘛 而中国社会啊 对于男性和女性 在性上还是有双重标准的 这个男的花心啊 就更容易被社会宽容 女的花心啊 就更容易被社会指责 男人出轨就是生活不检点 女人出轨就是当富了 之前有一部片子叫色戒啊 当时很有名气啊 就是个汤维和梁朝伟主演 而剧中啊 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性爱的裸露镜头 这个导演是想通过几次不同的性行为 来展现这个两人的亲密关系 而这部片子反响确实很炸裂 这个汤维直接被封杀了 我就搞不懂 你说要是对性有问题 怎么就单单封杀女主角 这个男主角你也得一起封了呗 这还是对女性更严格 更对这个男性更宽容嘛 因为当时啊 这个汤维只是一个刚出茅庐的小演员 就是凭借这个色戒这部片子大火 而梁朝伟在这部片子之前 就已经是很有名望的演员了 所以这个收拾不了梁朝伟 还收拾不了你汤维啊 当然这又和这个父权制扯是关系了 当然我想女性也是应该有追求性愉悦的权利啊 男性在这个社区里讨论哪个牌子的飞机 被这个体验有什么差别 就很自在大方啊 当然女性也可能这个羞愉分享 或者表达自己的性需求 比如说很少就有小红书的博主分享 什么小怪兽的使用体验 当然也和一些男性有关系啊 看这个哪个博主分享女性的这种情绪用品使用体验 就去这个私信骚扰人家 就是将自己的这个下体挂在随便啊 就想靠这个来征服这些女性啊 另一点就是性这个方面 还是跟这个男女生理的构造有很大关系啊 这个男性生理上更加期望这个性行为 对性有共大的动力 而女性这个动力就没有这么足啊 由此可见就一些 女性就可以把这个性当做一种筹码来操纵男性啊 给我买个LV的包包啊 我就穿黑丝给你看啊 这个最近购物车又添加了好多情趣内衣啊 这个看你自己表现了哦 当然我对这种行为是很鄙视的 这个性本来是两个人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啊 你掺杂力就很不纯洁了 再聊聊这个婚前性行为啊 根据一些数据 这个2013年 这个全国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已经飙升到71%啊 而10年后的今天我想这个数字肯定已经倾向于100%了啊 别看现在网络上这个婚前性行为批判这么多啊 现实中两个人你弄我弄这个气氛到了 怎么可能不发生性行为啊 因为这个性是表达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 很多热恋中的这个小情侣一天下不来床都是很可能 针对女性的暴力主要有三种啊 就是性侵性骚扰和家庭暴力 当然中国的法治啊 你我都懂 这个性侵啊是没什么好说的 在中国算的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现在社会上主要争议的差不多是这个性骚扰和家庭暴力 我们先说家庭暴力啊 根据一些调查 在美国每四个妻子就有一个被家暴过 差不多是25% 而中国这个数字是21%到30% 这个农村高一些 这个女城市低一些 有人可能质疑这个数字啊 就这个统计就是那种打了一次也算进去 很多男的可能吵架时候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就打了老婆一巴掌啊 或者退退嗓嗓的 再说性骚扰啊 这类典型就是在社会中利用强势地位 以及不对等的这种权力结构啊 有权的一方啊 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强行提出性要求 比如说老板与员工 上级和下级 导师和学生 军官和士兵 医生和病人等等 优势地位的人会用这种权力来挟迫受害者 如果不打眼呢就会被穿小鞋 领导把这个脏活累活都给你干啊 导师砍你逼也等等 很多时候其实受害者需要勇敢一些 就是首先要明确地提出拒绝 现实中实施性骚扰的很多都是指老虎 就是吃准的女性不敢反抗啊 才得寸进尺 如果明确地拒绝后 对方仍然有所行动啊 并且尝试用这种手中的权力 对受害者进行侵害 那也应该有勇气去报警啊 去揭发啊 这是对自己的保护 也是对其他人的保护 相亲角大家都应该了解过啊 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 说大爷大妈去逛相亲角 就把自己的子女当做神奇宝贝啊 如果和对面的神奇宝贝各方面都匹配 那就碰一下 看合适不合适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门当户对 就有点像传统的包办婚姻了 这个看似是封建残留 但从统计学生讲 自由恋爱的今日啊 大量的婚姻仍然是门当户对的 这一段写得特别好 我就全文扎下来了 所谓门和户实际上就是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 人们在择偶的时候 总是会去找同一阶层的人 比如说在朋友圈里 在同一阶层的人里 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伴侣 原因在于处于同一阶层的人 三观容易比较接近 审美标准 生活习惯都比较接近 所以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比如说工人家庭爱打麻将 知识分子有很多不会打麻将 他们休闲的时间会去看书 听音乐 耳濡目染 言传声叫 不同家庭的孩子从小接触的朋友圈子 容易产生感情 容易发生爱情 容易维系感情 也就是说 门当户对不仅能让爱情顺利产生 还经常是亲密关系的质量保证 所以门当户对的人比较容易缔结婚姻 这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从统计结果上看 大家找的大都是同一阶层的人 那些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反而是非常态的 那些跨越了阶层的爱情或婚姻 往往是因为发生了激情之爱 比如穷小子爱上富家女 富二代爱上出身贫寒的姑娘 王子爱上灰姑娘 富家千金爱上穷书生之类的 对这种非常态的婚姻 我当然取季节探赏的态度 尤其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产生了激情之爱 最后还能步入婚姻殿堂的情况 我是衷心赞赏的 可惜 这种状况只是非常态 常态还是门当户对 当今社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面临择偶时 都可能会碰上这样的问题 物质还是感情 应该选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把感情排在前面 把金钱排在后面 这样是比较高尚的选择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碰上一个 又有爱又有钱的人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了 可是如果你在 有爱无钱和有钱无爱 这二者之间选择 我认为 把爱放在前面 是比较高尚的选择 而且也可能比较幸福 这是因为 你们两个人虽然没有钱 但是通过共同的奋斗 努力 慢慢变得比较有钱 而这个过程中 你们是有爱的 有爱 这个过程会感觉到比较幸福 如果直接嫁给了 一个你不爱的有钱人 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了 虽然一开始 可能在物质生活上比较好 但是因为没有爱 你不会觉得很快乐 同时 如果这位有钱人 已经别恋了 而且有钱人又不是傻子 早就安排好了 离婚时 你也分不到多少财产 那你怎么办 他不要你了 你马上就陷入痛苦 所以我觉得 在有爱无钱 和有钱无爱中选择 你应该选择爱 把爱放在前面 把钱和物质放在后面 Incel这个概念 本来是非常小众的 但是一些Incel 搞这个恐怖袭击 就把这些群体 推向了世人的注视下 先给不了解的朋友 介绍一下概念 这个Incel翻译成中文 就是非自愿单身的 英文缩写 这个群体很复杂 就很多就是 找不到对象 但找不到对象 有很多种情况 然后有些人 就把这个情况 最终都归音到 这个女性身上 认为都是女性拜金了 严控了 导致自己找不到对象 这个Incel 它不同于 传统概念的屌丝 它很多社会 中高层阶级的男人 也会成为Incel 比如说一个人叫Rodge 他在2014年 就发动了 这个恐怖袭击 就搞死搞伤了20个人 他在前一天 就在YouTube发布视频 进行这个犯罪预告 他本人也被 这个Incel社区 被视为英雄了 而他本人 绝对不是底层屌丝 他甚至都开着 这个父母 送给他的宝马去犯案 而他的长相 也不能说是难看 而一些女性主义博主 就把这个Incel 群体暴行 归于父权制 而我却有另一个看法 中国的Incel 和国际上 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还是把这个视角 调回中国 我先带大家 回顾一条新闻 就是北京四中的 毕业晚会 各位靓男俊女 在这个舞会上 夜夜声歌 被晒到了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大家讨论 大家拿出了 这个衡水中学的 事实大会做了对比 痛斥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以及资本主义的 伤充败俗 有一个人的观点 很有意思 他说 各位小镇做的一家 在骂这些北京高干子弟 搞这个歌舞晚会 难道你们不希望 你家孩子 在青春期这个年龄 能和异性正常的 进行社交活动 而不是上了大学 还是出了社会 见到女生 都不会说话 就比较木纳 也不会追女生 小镇做的家们的世界 是只有高考 在管的比较严的学校 早恋是严令禁止 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 都会说 这个恋爱会影响学习 你谈恋爱 别人努力学习 别人就超过你了 而学校的种种制度 也是在压制着 这种学生的个性 不让你们早恋 比如说这个校服 所有人都穿一个样子 特别丑 我记得我们当时高中 还有一些比较爱美的女性 就改这个校服 把这个校服改瘦了一点 就更能贴近这个身体 展现这个曲线 然后就被这个通报批评了 让它改回来 与小镇做的一家对应的 就是这个国际高中 或者是一些私立高中 这些高中毕业师 毕业是一定要出国的 他们本身接受的教育 也很贴近这个外国教育 外国这个高中就很自由 没有校服 穿衣自由 选科自由 恋爱自由 而很多美国高中生女 已经发生过新关系了 他们的学业压力 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升学也是很轻松 我以前还去美国高中 体验过一天 那个数学课的那种圆锥曲线的题 都特别基础 就任何一个国内重点高中 出来的普通学生 都能秒杀他们的 而这些国际高中教育模式 也很像美国高中 就拿北京四中做例子 他们为什么能开鼓会 不卷学习 就是因为他们升学压力不大 这个高考分区 高考随便学学就能上好大学 如果想出国 就考考托福 家里出钱也可以 所以教育资源的不平等 就导致大家卷做题 高中做的一些题 等你大学毕业 看有个屁用 这不就是为了筛选人的吗 就把人用做题分成三六九等 等熬到大学 这个中国大学的生活 刚到外福的高中版本 这个管制没有那么严了 终于可以自由恋爱了 但大学生活也没有那么轻松 这个毕业也不包分配 考验工作出国 所有关于未来前途的路 都充满了竞争 即使找到了一个好工作 也需要十分警惕 这个市场的环境 稍不如意就被裁掉了 关于国内的这种因素 我觉得主要有两点诱因 一是过于紧张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们在最躁动的青春 被这无聊的试卷填满 没有体会到学生时代的纯洁爱情 二是社会的生存压力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想活得很体面 就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而男女不平等的 这种儒家大魂境下 这个女性似乎是轻松一些 上学时随便玩玩 找一般的工作 一薪几千就找一个 本地的土著嫁了就好 但也只是似乎的 就因为你以为 本地土著那么多呢 大概率会找一个 相同工资水平的 在这个大城市熬着 或者熬了几年熬不住 就回老家考个教师编 找个公务员架了 就你往体制内看看 要是有像incel这种 就是条件差不多的 就是因为个人原因 没接触过女生 那很快就会在 这个婚恋市场上被安排的 就总结一下 如果只是一个人出了问题 那就是人的问题 如果已经形成一个群体 那就不得不考虑 是不是社会上 某些机制出了问题 同时让很多人出了问题 就还是多一些宽容理解 少一些这个指责谩骂吧 想象一下 你正处于一段 特别甜蜜的这个恋情 而眼前的这位女友 长得不错 性格也好 三观也很符合 你们两个人 在很多事情都很合拍 你们俩都以为 不远的将来 你们会将步入 这个婚姻的殿堂 不然有一天 你女朋友的好闺蜜 偷偷告诉你 她以前度过两次胎 还给出了十分详尽的证明 哪个医院 哪个医师做的手术 都有记录 而瞬间 你的世界就感觉到 分崩离析 这个眼前的女友 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没有任何过多的告别之后 就草草的结束了这段关系 你们说为什么 了解到对方有堕胎史 就是分手 是觉得对方欺骗自己 是这个人人品有问题 还是觉得对方不干净了 配不上自己 我想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处女情节 为什么有些男人 钟爱处女 就有这种处女情节 觉得如果不是处女 就是坏女人 就是任何婚前性行为 都是邪恶的 这个我想 这个处女 它就是没有发生过 性行为的女性 就意味着是新的 就不是处女 就变成二手货 就在婚恋市场中 你有多段感情 有过婚史 离姨带娃的 度过几次胎的 这个超过30岁的女性 就都不好找对象 是因为这种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下 这个男女双方都是商品 都是婚恋市场中的商品 每个商品就有自己的属性了 这个女性的属性 就是她的感情史 身高体重 罩杯 长相 身材 学历工作 男性的属性 就是收入 工资 存款 房产 包括父亲 长相 学历等等 如果你去过一些 国内的相亲奖 或者是在一些 这种婚恋平台 登记过自己的信息 抑或是用一些 这个婚恋APP 看过一些 小红书上的相亲帖 那应该会感同身受 人作为一个本体 本身 就已经被异化成了商品 丧失了独立性 在别人眼里 只是分数 长相7分 这个学历是研究生 那就8分 工资收入5分等等 而如果这个商品 符合要求 那就将它加入购物车 结账时 再横向对比一下 再使用一下 不同的商品 最后挑选一件 这个性价比最高的 或者是最合适的商品 就带回家了 这种资本主义的 这个婚恋价值观 俨然已经成为 社会主流了 这个一旦年纪大了 免不了接受 家里这个村婚和相亲 而已经30岁的女性 就是在等待爱情 已经被主流社会 认为是不可能了 最后接受 就家里找一个相亲对象 就找一个各方面 条件都可以的 就直接嫁了 在男女双方的视角里 这种价值观 其实也会根据 自身情况而改变 假设有个一穷二白 刚出社会的小伙子 这个充顶爱情 想找一个 和自己一同奋斗的女孩 这时候就有人说 你凭什么让人家女孩子 陪你过苦日子 巴拉巴拉 然后这个小伙子 开始痛斥这个败金女 批判这种价值观 然后将这个重心 放在事业上 过了几年 也许会有钱 也许接着穷着 如果他变得有钱了 就开始会享受 这种价值观 因为在这种价值观下 他有钱 他是受益者 我四十多岁 有车有房 找个二十多岁 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说 这个人的价值观 就很容易 跟自己的阶级挂钩 你是无产阶级 当然时刻想着 打倒资本主义 抢钱抢粮 抢娘们 但是一旦你成为 小资产阶级 或者大资产阶级 那你就得雇人 来保卫自己的 这个胜利果实了 开始维护这种价值观 逢人就讲了 自己这么成功 都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 我倒是很欣赏 那些价值观 不随着自己阶级 而改变而改变 周围就有一些朋友 现在虽然没钱 但他的目标 就是到美国 挣到大钱之后 回国挑媳妇 要长得好看的 身材好的 要能生四个孩子的 他本身 他也是认可 父权制这套的运行逻辑 并且服从这套逻辑 这比那些 没钱娶媳妇 就反父权制 有钱就开始嘚瑟 崇拜父权的这人 真是强了太多 现在主流社会 就那么集中女权形态 我们把女权分类 也是方便讨论 但一些比较敏感的 女权人士就会指责 你们把女权分类 是在分化我们 我们原本这个女权力量 就很薄弱 还被你们分而置之 这个男权分子 用心险恶 虽然如此 我还是想把所有的 女权抽象化 第一类就是田园女权 这也是中国特色女权主义 是只有中国才有 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 他们的主张 他们就只想享受权力 而拒绝承担任何义务 认为我们女性天生上 这个生理就不如男性 所以男性应该让着我们 他们仇恨 一切带有传统的 这种性别符号 以这个咪梦大V为代表 现在一些田园女权 还活跃在小红书等平台 最近势头有些下降 因为大环境不好了 但男性也创造不了 多少价值 可供他们压榨了 第二类就是劳保女权 这类女权就是当前官僚集团的附属品 活跃在政府内部 以及一些官方的女性组织 比如说复联 一切为了维稳 所以意识形态上 更倾向于传统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 但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但其实本质还儒家那一套 男主外女主内 他们依附于政府 所以是有目的的 矮化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不过这部分声音很小 即使借助官媒传播范围也十分有限 第三类就是资产阶级的女权 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女权 他们只承认 男女在生理上的这种先天差异 而否认其他的一切差异 任何关于社会文化的差异 都是被后天建构出来的 男人能干 女人也能干 不需要男人来养活自己 自己有独立的生活 很多城市中的独立女性 都可以归为这一类 但有一部分处于资产阶级女权 和田园女权的这种量子纠缠带 如果她有一个稳定工作 能养活自己时 就扮演独立女性 要是被裁了 或者是圈钱买包了 就去找这种书根呆底了 欧美的主流女权团体 都属于这一类 以前听过不明白播客 讲过的一个女权主义的脱口秀 叫女子主义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以前陪一些女性朋友 看一些国内的脱口秀 就是感觉一点意思没有 就根本笑不出来 觉得这有什么意思 后来就偶然间听到了 这个女子主义的脱口秀 就前面的包袱确实有点意思 他们讲了一个 马斯克脑机接口 那个Noralink 跟那个入脑入心入魂的这个段 是挺好笑的 这让我笑死的确实不容易 捐了点钱 第四类就是无产阶级的女权 这里我就引用一段 大问题节目的谈话 说到这个问题 就不得不提到 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视为经典的一部名著 就是恩格斯写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本书 我们之前在讲 《一夫一妻制》 那期大问题节目的时候 介绍过这本书的思想 这里再简单提一下 就说了 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前 那时候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 并不是后来的 《一夫一妻制》 或者《一夫妻制》 而是一种群婚制 也就是男女关系 它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一种混交制 而且当时的人类部落 普遍实现一种原始的公有制 那时候大家都是靠狩猎和采集 获得生活资料 那时候也没什么电冰箱 有什么好吃的 不都是大家分着一起吃吗 所以那个时候 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的概念 而且那时候的孩子 是部落集体抚养长大的 部落里面的舅舅们 姨妈们 乡里乡亲们 都会来帮着抚养这个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的妈妈们 也没什么特别的带孩子的压力 那时候的女性是性自主的 男女是平等的 那什么时候 男女之间就变得不平等了呢 恩克斯认为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 私有制的缠身 并且这种私有财产 被男人们占有了 就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 男人们开始种地 有余粮了 这个余粮就是私有财产 那么有着私有财产的男人们 就要考虑把自己的私有财产 传递给自己的继承人 男人们就要开始考虑 这个继承人 是不是自己的种了 于是这时候 男人就把女人给关家里面了 跟女人说 你不许出去泡到路面了哦 你够在家里面好好待着 只能同我一个人发生关系 以此来确保你肚里生出的娃 是我的种 自此 女人被男人以一种 排他式的方式所占有 成天关在家里面 替男人烧孩子 带饭 袭袜子 袭内裤 能为免费的生育和劳动工具 所以传统家庭的实质 就是一种阶级关系 就是男性有产阶级 对女性无产阶级的剥削 基于所谓的启蒙思想 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好像女性也获得了一些自由 就是一方面 女人也可以自由的 进工厂参与工作 而不是只能做家庭主妇了 另一方面 西方普遍实行了一夫一妻制 女性是基于自由恋爱 而自主选择和男人结婚了 我再举另一个例子 就讲讲家庭和私有制 那就是金平梅 这部小说 很多人以一种猎奇的角度来看 书中描写的色情内容 确实一方面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 故事中的剧情 发现西门庆死后 为什么局面就会混乱失控 原因就在于 他没有一个孩子 自己的政治关系 财产都没办法得到继承 所以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 西门庆的财产 还有女人 在他死后很快就消散了 而他没有孩子的原因 也很直接 就是纵欲带了精子活力下降 当然以上都是我在瞎扯 大家就听个乐 说回到无产阶级女权 我认为科技的进步 还是对妇女解放 起了重要的作用 扫地机器人 朝菜机器人 袭击外卖软件 把人类从琐碎的家屋中解放出来 人造子宫 让妇女不再需要 经历怀孕的痛苦过程 而社会化抚养 让育儿不再成为男士 就得在科技上不断创新 拉平男女先天的生理差距 在制度上不断创新 拉平男女后天建构的 这种社会差距 2017年5月 北电学院校友阿廖沙 在微博发文表示 他在学校期间受到了班主任朱正明的侵害 在试图向系上讨功道时 反而遭到了打压 同年3月份 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反腐剧 人民的名义上映 剧中反探区剧长 侯亮平在汉东雷厉风行的反腐行动 让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而6月5日 微博注册名为 北电侯亮平的用户发文 实名举报性侵案相关的 两名教授贪污受贿 并且多次遣规则女大学生 同电视剧里演的不一样 北电侯亮平很快就销声匿迹 热度退下之后也没人关心了 这时反性骚扰 反性侵运动还是靠一种自发的运动 而2018年1月1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 毕业生这个罗倩倩 实名举报这个教授陈骁武 于12年前在读博期间 对她进行性骚扰 并且多年来骚扰了门下多名女生 这个罗倩倩是中国第一个 大声地喊出MeToo的女性 也揭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序章 MeToo意味着我也是 很多女性受困于这种男权社会 对性骚扰不敢说出来 当第一个女性勇敢地站出来 反对性骚扰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出MeToo我也是 而后一段时间内 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反性骚扰 反性秦的举报舆论事件 2021年彭帅张高丽事件 吴亦凡事件 陈小武事件 沈阳事件 南昌大学性贴案 刘于评价MeToo运动说 说MeToo运动让他好像回到了文革 在微博上搞大名大方大字报 整场运动变成了公审性质的狂欢 性骚扰主要还是权力问题 学界媒体界多一些 是因为这些圈子权力结构相对水平 政界则完全不一样 张高丽事件很快被压下去 真的是一点水化没有 而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男权文化对女权的矮话与误化 比如把女孩子描绘成这种乖巧可爱型 同时西方主流对性小乐的宣传也流进中国 还有类似于韩国女团 以产业为基础 系统的培养可供男性把玩的女性群体 部分女性整容打扮 以追求男性的青睐 在社会上鼓吹干得好不如价得好的 这种价值观 部分女性追求性感 又反对男性的凝视 既积极依附男权又同时反对男权的自我矛盾等等 总的来说 MeToo运动还是在中国掀起了一点水花 但很快就被这种保守的男权势力扑灭了 最开始这些女性把矛头指向他们的顶级上司或者领导 而问题的出现也不在于一两个人 而是整个体制 而保守男权势力也担心这些女性把矛头对准了整个体制 于是这股自由主义女权妖风很快就被扼杀了 大量女权主义的微博被关闭 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被捕 而这些女权主义很多都是积极的这种反建制人群 比如说这个黄雪芹 因为积极参加MeToo运动和见证这种反送中运动 他于2019年10月17日前后 被这个广州白云区警方逮捕 给他安排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说现在互联网是女权乱象 还得归功于共产党 要不是他们把真女权抓走 怎么会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女权主义的乱行 是见辩真假女权的方法也很简单 你女权运动走到一定程度 肯定就会被剑制阻拦 又想继续前进 那就得连这个剑制一起反了 那才算女权 你要是遇到男情那就回头了 那顶多算是劳保女权 也就比那个甜爱女权好一丢丢吧 我再聊聊这个两性关系中男女双方的博弈 如果男方在一段关系中 这个姿态摆得特别低 对女方的一切要求和需求都百般答应 这个女方她是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男人的 她反而认为这个男人好拿捏 她就会变本加厉的去欺负她 去折磨她 她就去使唤她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人性嘛 这个如果性别互换也是同理 男性在面对那种超级无敌恋爱脑的女性 大部分男人也不会去珍惜 就是开始放纵自我 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废物测试 废物测试呢 就是扣在女生基因里的技能 他们会通过一些语言 行为来判断你是否有价值 你值不值得她投入感情 你应对的好 就会激起女生的情绪变化 她就把你当做潜在恋人而加分 但是要应对的不好 那她就会认为你跟其他的男生没有区别 直接把你划出潜在恋人的选项 至于说后 把你当男朋友还是备叹 就看兄弟你自己的造化了 最大部分的男生 你们之所以关系生计失败 就是因为没有看透以下测试的本质 因为没有女生会因为你发了几个红包 或者是按她的需求买了礼物 买了裙子 买了包包就会爱上你 那要怎么应对 请你好不由于的直接拒绝 因为当你第一次答应女生的这些要求时 你就已经一脚踏入无底洞了 大多数兄弟不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很多的时候女生越喜欢你 她其实越不会找你所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为喜欢的女生买单 但是一定要分清时机和场合 特别是你刚认识 但是还不太了解的女生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她为你投资买东西 多罢 你眼里只有你的钱 如果说因为你得一次剧续 女生就要拉赖你或者不理你 那抱歉兄弟 我劝你及时之死 第三种引入竞争情 女生这些话语背后的潜在此 你真的看懂了吗 她说最近有个男生真的很喜欢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前任真的很帅 对我很好 最近家里又在给我介绍 相亲的对象等等 这些话就是女生 在暗示自己很优秀 身边有很多人追 你只是其中之一 从而激发你的危机感 竟然让你焦虑 举个例子 女生跟你说 她前任很优秀 这是恋爱脑的兄弟回问 那你觉得我优秀吗 或者那你觉得 我和她相比谁更优秀 其实就是在变相地 承认自己不够自信 因为当一个男生 真的有价值的时候 他会默认 自己比所有人都强 也没有必要进行 这种无意义的比较 所以当你下次 遇到这种问题时 就记住这个万能公式 那看来你眼光还是不错的 简单词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现在跟我聊天 你是喜欢我 那些追你的人都看不上 而眼光不错 侧面塑造了我们是优秀的 是他看上了我 他眼光好 所以说不仅夸了我们自己 还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 塑造出来了一种 女生在追我们的感觉 第四种 需求询问性 这一类啊 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比如他们会问你 你总是这么大善女生吗 你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想追我呀 你是渣男吗 等等等等 这种废测往往是测试你的需求 无论你立刻承认 还是否认解释 都非常容易 暴力的需求感 或者是陷入对方的框架 说的直白一点 他们希望你说出 你很喜欢他 这辈子废他不可 但只要你说出来了 你立马就被女生的潜意识 归类为容易掌控的那一类 你是不可以被随意拿捏的 你可以把这种 叫做一种形式的PUA 或者废物测试 所以有些恋爱导师 就开始教男人 说面对女性提出的各种要求 就不要随意的满足 而是要去做博弈或者谈判 你要把这种谈判 包装成一种玩笑 比如一个女性跟你说 第一杯奶茶都没人请我喝 你可以回啊什么 你仨个娇 我可以考虑一下 看完有些人觉得 这女生的 怎么都这么坏啊 天天就在这欺负老实男人 这个谈过恋爱的 可能感触就更深一些 我记得我以前约过一个女孩 她就特别擅长这类 有一次约着打羽毛球 我都到这个场地了 她下班了 就问我能不能过去开车去接她 我就问她 你这个上班没有开车吗 你就直接开过来问 然后她就逼而不谈 就问了一下这个停车费 一小时三美金 就还是暗示我过去接她 这个女生是有些过分了 我去接她过来玩 那玩完我还得给她送回公司 她在那个高盛工作 一年也挣个十几万二十几万的 就单纯为了这个 省这几块钱停车费就来使唤我 那后来我就没屌 尤其是那种年纪大的一些女生 就有过几段感情经历的 就特别擅长这种 这很多都不是主观的 而是一种被动技能 就是那种张口就来的 你要说两个人完全都是利益吧 那肯定不是 这肯定是爱情占多数 但这种时不时就来个被动技能 来骚扰一下 是真的难受 后来一些老实人受不了了 看了很多情感导师的视频 走出关系后恍然大悟 原来她当初这么对我 我还舔得不亦乐乎呢 于是开始反击到情志 开始反过来POA女性了 年纪大的女生都知道 这一套就开始在小红书上吐槽 今天遇到一个超级下头男 就跟姐妹们一顿吐槽 没办法 这群觉醒后的男性 只能挑年纪小的女性下手 而这些老实人 经过了几年的摸爬滚打 在社会上也积累了不少资源 而面对这些年纪小的女性 就更好下手了 然后那种憧憬爱情的 这类恋爱脑女性 被搞得泪流满面 爱得撕心裂肺 前脚跟龟臂在旁边 痛斥这个渣男的所作所为 后脚人家一发微信 光速变脸 让这个龟臂欲哭了 而这些女生 一部分就迈入婚姻的殿堂 另一部分就被男性的无情抛弃 就开始PO在小红书上 被这个好姐妹一安慰 才知道自己被POA了 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化 这个感情经历愈加的丰富 演变成了我们刚才说 最开始说的那种女性 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 虽然我不想一切话题 又回到这种陈词烂调的人性论 但这种人性的自私确实是写在骨子里的 那种男女双方至死不渝 海枯石烂的爱情 似乎只存在于童话故事里 不过与其说是幻想破灭 就不如直接坦然面对 一段感情关系 就会充实了双方的博弈 双方的算计等等 你还是得先把这个爱情去美化 我是认同这爱是 这个自由意志的沉沦 这种爱是很美好的 就是我们俗称的恋爱脑 很多感情博主 都是在教人怎么摆脱恋脑 因为成为恋爱脑 就意味着被对方拿捏 被对方欺负 而这些博主没有告诉人的是 恋爱脑的产生 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 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来爱你 这本身就是很美好 很多人追及一生追求的爱情 而我甚至都不期望 你也来放弃一切来爱我 如果双方都是恋爱脑 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那他们会体会到 人家最美好的爱情 如果只有一方有恋爱脑 那就会伤害另一方 我愿意牺牲我在大城市 高薪的工作机会 陪你在这个小城市 走过这一程度 我愿意每次吵架低头 向你道歉 哪怕都是你的错 我愿意放弃这种 尔虞我诈的算你 事事都让着你 而你把这一切 当做我应该付出的 把别人对你的爱 当做理所应当 把对你的让步当做软弱 这种稍微有些理智的人 就会爱下去了 就放弃掉这段不平等的爱 当然如果双方都不是恋爱脑的话 那还是很遗憾 就没能体会到美好的爱情 但双方都不会因为爱而受伤 自己的利益受损 损失后就彼此分开了 随便再聊聊性别红利 这个也属于欧美体验服版本 在亚服没有更新 性别红利简单来说 就是一些女性 可以在职场上获取一些优势 比如说面试题更简单 更容易能拿到offer 工作上的脏活累活 都交给男性来干 很多独立女性 很反感这个说法 说你们这些男性 扯什么性别红利 我们女性干活 也很卖力的好吗 面试时 我也是过五关斩六将 才拿到offer 我拿到offer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女性的身份 我之前做过一本书的讲解 叫《红色工程师的崛起》 在这本书里就提到了文革时期的工农兵举建大学 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里 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 党政官僚也迅速的向原本的这种国党系统靠拢 而教育资源也倾向于精英教育 能上大学的都是知识分子 资本家革命家的后代 真正的农村子弟受这种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很少的 而文革期间就有这种工农兵举建的机制 可以让农村子弟进入到大学里 但是这些学生没有受到很好的良好的教育 他这个基础很差 比如说微积分高等线性代数都不会 勉强可以做个加减法 进大学就直接要接触火箭射击这种级别的课题 不过当时有那种政治正确 就是你不能歧视这些农村子弟 他们基础薄弱 大家更应该互相帮助 帮助他们补上这些知识的短板 只不过这一政策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里 后来文革结束了 就把这个文革前的政策又恢复了 这些工农兵大学生有的连文凭都拿不到 而大家也都似乎心肇不悬的认为 这个工农兵大学的这个文凭很水 而不少工农兵大学生啊 也在高考恢复后重新考试 复读进了大学 我想讲文革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这个农村子弟他进不了清华 是因为他妈笨吗 不是吧 这个大前提是因为农村的这个教育资源 和城市的教育资源不在一个水平线 那清华大学招生时啊 他有两个候选人 一个城市出身能有90分 一个农村出身有80分 那他应该更加选择这个80分的农村候选人 因为这个农村候选人能到这个清华的候选池里 已经是全村人的希望了 而90分的城市大学生 即使进不了清华 也会有其他的选择 而这个农村子弟能一步步走到清华 他前进至此的这个道路就已经很艰难了 那我们就更应该去奖赏他们 而美国就把这种理念落实下去啊 就美国大学招生时 就会刻意的去招这种first generation 也就是第一代大学生 而父母都是没进过大学的孩子 这种配额制度啊 确实能保证这个社会整体的公平 我也是非常赞同这种制度啊 当然这个制度也是有受害者 就比如说同等水平的候选人 我因为不具有这种少数性就被淘汰掉的 那么他们就会心里就会不平衡啊 我们都考了80分 就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 是黑人 是女性 是穆斯林 是LGBT 就可以进哈佛 而我就进不了 那我作为一个白人男性 我多少会感受到这种不平等啊 当然这就是美国当前政治 这个左右扯皮的一个点啊 我们就不往身聊了 而在国内就恰恰相反啊 无论是大学还是工作机会 这些好的机会留给的是那种 根红苗正 比如说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啊 我最开始都不知道这个 这个是个啥 后来查了才知道 指的是那种专生本啊 那第一学历是大专 那很多HR问你第一学历 是大专的就直接怕死了 哪怕你现在是研究生还是博士 那我们从这位候选人的视角出发啊 也许他只是一名高考实力的学子 或者是教育不发达省份考出来的 或者是三和四省 这种高考大省竞争特别激烈的 这个大学只进入了一个 很普通的大专院校 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专生本 而同行人都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在学习 在备战考研 最后成功是安的 这样的优秀的候选人 就因为他的大专学历而被歧视 我觉得这种制度是很有问题的 当然这是背后的影响 因素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这种好的工作岗位 就像艾滋病一样 只能通过选言和体验传播 而阶级固化和传统官僚的做大做强 让平民子弟越来越难出头啊 再说回到性别红利啊 我的观点其实就两个 第一个就是客观上承认这个事物的存在 第二个呢 就是认可这个事物的存在 很多引爆社会的这个舆论事件 一旦性别互换 评论过万 我们看一下几个案例啊 这个上海女教师张月和男学生谈恋爱 并且发生了性关系 被老公发现了 将这个聊天记录公之于众 然而呢 这个张月只是被开除了 没有受到形式上的处罚 男网友纷纷评论 哎呀妈的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 男学生转了 试想啊 如果性别互换 新闻就会变成 男老师猥亵性侵女学生啊 多么纯情的爱情 也掩盖不了 男老师的一观禽兽啊 这个网友们便会义愤填膺的 开始咒骂这个男老师啊 我认为是赚了还是亏了 多少是和这个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 因为在普遍认识中啊 一桩性行为 男人是赚的 女人是亏的 第二个案例 在人流量巨大的机场 女厕所人满为患 男厕所空空荡荡 一些女性选择去男性方便 有些男性还反复确认啊 我没有走错卫生间吧 而这些女性进这个男厕所 没有丝毫犹豫啊 都很理所应当啊 而男性似乎也都默认了这种行为 而如果男性进女厕所 那请请各位自己脑补吧 而一些女性认为 为什么我们要进男厕所啊 是因为女人上厕所本来就慢啊 而男厕所的数量和女厕所 还是一样多 那就别怪我们抢占男人的资源了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 我做一点简评啊 与其建更多的女厕所 不如让女厕所提供那种 一次性的工具啊 让女人也可以站着上厕所嘛 就还节约了女性上厕所的时间呢 第三个案例 就是9岁女孩啊 每天背这个患有小人麻痹症的 哥哥上下学 除了照顾哥哥 他也要兼顾家里的杂活 这个女性网友纷纷评论 这个闺女生出来 就是给人做妈的 有没有哥哥背妹妹的视频啊 想看 还有说这个残废妹妹 赶紧找个傻子嫁了得了 而性别一换的另一条新闻 男孩被这个身患残疾 无法行走的姐姐上下学 评论全是对哥哥的肯定啊 夸赞男孩的这个担当啊 第四个呢 是相亲市场 这个男女互换的一个行为一说 为什么你要上门啊 我瞧见差 找个瞧见好的吗 要你养吗 不是 我上门跟养不养我父母搭建吗 怎么不搭建 我上门也可以养我父母呀 这个搭建吧 这女孩子嫁到 那你的意思是 你入聚到人家家里面之后呢 你还要养你父母 哪里养女孩子的钱要你父母 怎么这女孩子嫁到南方 她就不养她父母了吗 要养人家本来有钱呀 人家可以找一个可见更好的 为什么要你呢 什么我也是独立的呀 我也我也可以养我父母呀 搭建吗 是吧 差点18万就可以了 是吧 你要求太高了 要求高吗 你觉得哪里高了 哪里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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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地方高了吗 你跟我讲讲吗 越收入1万以上还好吧 还好啊 我性格好得很 还考编的 信不信 你96年的吗 我97年的 好 咋是找父母呢 是吧 我是独立的 不是吃暖饭 也不是被包养啥的 对啊 对啊 独生子女的 你哪里人 泰州人 江州泰州 对 江州泰州 新话 拿了18万车里美丽三重备子 拿18万车里美丽三重备子 三重备子是多少钱 三重备子也值不少钱的 有的备子也贵的 有的备子三重备子几万块钱的 三重备子是多少钱 三重备子 三重备子我还加一辆雅迪电动车的 雅迪电动车 18万差点 18万不多 给1万 18万不多 太堵了 雅迪电动车不也五千块钱吗 这不是钱啊 三重备子也好的话也有几万块钱的 三重备子好的没有几万块钱 有七年 差不多 钱给你管 说帮帮带你们给父母 你们这等三长备子 谁来给你管 我可以加一点吗 如果他跟我就合得来 可以加一点吗 又不是说一定是三长备子的 我也不是说一直 你的工资三千五 我要交女孩子要一万 我条件差 我不得找个条件好的吗 不奋斗啥呀27呀不奋斗不奋斗了 直接找一个条件好的 三十不大了包三块钱没问题了 我给你说的这可以在梦里找 你如果不奋斗 你们要一个零 你不要到游戏找不到 我再到一个零我三万五 我怎么可能上门呢 后面要一个零 我三万五我上门啊 我闲了啊 我怎么可能上门了是不是 那你不要在这里找 不要在游戏找 你还是在梦里去找吧 这些舆论事件啊 如果男女互换 那评论肯定会过半的 有此一些人得出啊 当代小线女太多了 都是被这个社交媒体洗脑了 中国这个男性都处于道德烈士了 另一群人说啊 你们总说男女互换 评论过半 你怎么不把男女在社会上的 政治经济地位全都换一下呢 还有人说这个 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尴尬的禁力 它既不像古代封建社会那样保守 也不像是西方社会那样开放 就传统的封建社会 就是男性负责全部责任啊 这个赚钱养家 那女性就需要保持这个婚前贞结啊 就在打扫房子 做饭抚养孩子就行了 而西方社会就不再要求 男方付出那么多责任 相反的 女性也在追求性解放性自由 有了自己的工作啊 不在家里处理内务 变成了一个更加独立的个体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 是个社会 在向这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靠拢 但是还没有完全抛弃这个传统 所以处在一个中间的地带 在大城市女性啊 就开始双标啊 对女性就搞这个西方的一套 就性自由性解放穿衣自由 对男性就开始搞中国古代一套 赚钱养家 买房买车 财力一分不能少 我说的可能只是大城市的情况 如果是小城市或者农村 这种保守力量会更强一些 而在互联网上 就是不管农村小城市大城市 所有的事件都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 所以就感受到了这种世界的参差啊 就一些大城市待久了的女性 根本就理解不了 这个农村竟然还有铁链女这种事 就说白了 就是中国这个地区发展是很不平均的 而互联网又把这种差异强行拉平 就产生了这种舆情啊 说回到国内男性的困境啊 我觉得就是要调整心态啊 如果你就抱着不结婚 不生孩子 想体验性就自己花钱购买性服务 那这些女的怎么做都跟你没关系了 她们要说有车有房才连20万 你就说啊对对对 然后就离远点 接着回自己出租户打游戏呗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逃离这种环境啊 就找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去越南非洲 这种不发的国家向下兼容 或者去欧美 找一个志同道德的共同奋斗的 但我感觉留美群体 其实比国内大城市还要双标 因为他们更深层次的体验了 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啊 同时啊 因为从小在国内长大 就摆脱不了这种儒家气息 所以他们也会要求 这个男性付出更多 同时自己承担交少的一部分责任 之前听过周围一些女性的聊天啊 在美国这边结婚要多少多少彩礼啊 我都震惊了 当然可能我接触的女性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让我对这一群体 产生了一定的刻板印象啊 我倒挺期望有人能打破一下 我的这个刻板印象啊 如果有想谈恋爱的 欢迎私信啊 下期视频啊 我想睿评一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 为什么要聊到这本书呢 是之前和一个朋友交流 这个政治态度和恋爱观的问题啊 他就提到了他的前女友 也是在这个大厂上班的小子女性 就年入几十万 每当跟他聊到政治啊 也就特别抵触啊 给他看视频 他就说 你不要给我看这些反动视频 后来一聊到政治啊 就说你是愤青啊 怎样怎样 交流一下最近在读什么书啊 就说 我最近在读哈耶克的书啊 你再读什么书啊 他说 我最近在读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这本书写的还挺好的 我推荐你看 我跟这个朋友聊天 就有点像 这个两个并有交流并停感 其实大多数女性是很反感政治的嘛 就是这倒也很能理解 你不累聊政治那就不聊呗 这聊点别的 这个双方都感兴趣的 但是他这波这个 推荐习近平的著作是有点抽象啊 我就好奇 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 就让一个非体制内的这个小字女性 都能说写的挺好啊 我就读了一下啊 现在再读这个前两卷 这读的很痛苦啊 不过为了大家还是忍呢 希望大家多点点订阅 点点赞 给我多点动力 把这两本B书读完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